中二快捷单元三 手机被丢弃之后 你多久换一部手机? 四年、两年、一年 你知道吗? 那些被我们丢弃的手机 大部分都变成了电子垃圾 电子垃圾指的是被废弃的电器或电子产品 据统计 在这些电子垃圾中 资讯科技产品占9% 家用电器占76%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可供选择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 人们更新电子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 电子垃圾也逐年增多 统计显示 2014年全球电子垃圾总量为4440万吨 到了2019年 增加了21% 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约7400万吨 电子垃圾总量在短短的16年内几乎会翻一番 电子垃圾泛滥成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电子产品一损坏 使用寿命短 而且维修途径有限 二是人们喜新厌旧 对电子垃圾的危害缺乏认识 因此不断追求新产品 随意丢弃旧的电器和电子产品 结果产生更多的电子垃圾 其实大部分电子垃圾都可以在循环利用 一部智能手机的材料通常包含60种金属元素 里头的贵重金属 如黄金、白银等可以在循环利用 数据显示 如果把2016年废弃手机中的金属全部回收 价值可达95亿美元 2019年 全球可回收电子垃圾的价值 估计高达570亿美元 超过许多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遗憾的是 这些电子垃圾大部分都被送进了填埋厂 得到在循环利用的不到20% 电子垃圾含有有毒和有害的物质 需要谨慎处理 电子垃圾被填埋后 有毒物质如拱、千岛、重金属 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 影响动植物和人类的健康 如今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电子垃圾的回收问题 我国陆续在全岛300多个地点 设置电子垃圾回收箱 收集公众投放的废弃电子产品 再交给专人集中处理 进行再循环利用 下次想要更换手机时 请你三思而行 如果买了新手机 记得一定要妥善处理就手机 生词朗读 泛滥、受命、途径、缺乏、遗憾、谨慎 此语教学 中二快捷华文单元三 手机被丢弃之后 泛滥、解释 水漫出低暗、四处流淌 比喻坏事物不受限制的流行 搭配洪水泛滥、泛滥成灾 一、人们随意丢弃电子产品 造成电子垃圾泛滥成灾 二、暴风雨摧毁了堤坝 造成洪水泛滥 村子里的房子都被淹没了 寿命、解释、生存的年限 比喻物品存在使用的期限 搭配延长寿命、平均寿命 例句 一、古代的帝王为了延长寿命 派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二、小狗不能长时间陪伴人类 因为他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年 途径、解释、道路 比喻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方法 搭配 正确途径、非法途径、重要途径、唯意途径 例句 一、他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解决问题 二、这些贵重物品 是歹徒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 缺乏、解释、重要的 想要的或应该有的事物 没有或不够 搭配 缺乏经验、缺乏经验、缺乏锻炼、缺乏信心 一、他缺乏经验、一、他缺乏比赛经验 一上台就感到很紧张 二、他从小就很自卑、缺乏信心 认为自己比别人差 遗憾、解释、不称心、惋惜 搭配 令人遗憾、深表遗憾 一、他见不到爷爷的最后一面 感到非常遗憾 二、你应该勇敢追求梦想 不要让人生留下遗憾 谨慎、解释、言行、慎重、小心 搭配 小心谨慎、必据 一、他做事情非常谨慎 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 妥善、解释、稳妥完善 搭配 妥善处理、妥善安排、妥善保管 一、这是爷爷生前最爱的物品 很有纪念价值 你一定要妥善保管 二、有关当局一定会妥善处理居民之间的问题